天氣漸漸變熱 想買新冷氣吹 荷包恐怕得要縮水 琳瑯滿目各式各樣的品牌 民眾貨比三家購買冷氣 但光是上半年 已經進入第二波漲價潮 冷靜出現缺貨潮 尤其一線的日系品牌 零件大多來自中國 受到疫情影響大缺貨 不僅價格漲幅三到五千元 甚至有錢還未必買得到 原物料目前還是短缺 然後有一些是受到 上海封城的影響 然後物料一直進不來 不僅一線品牌漲價 業者表示不少惡蟹廠牌 也跟進調漲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 大約漲了一到三千元 加上還有C港問題 運費遲遲降不下來 恐怕也會影響銷售量 空調稍稍忘記即將到來 卻碰上原物料飆漲 價格恐怕會再往上飆 三千元章的 深水箱與台北相報報導 於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